澳洲云霄飛車意外 險象還生 位於澳洲昆士蘭的一家主題公園 周日下午發生云霄飛車故障事件 車上遊客受困三小時 沒有人受傷 遊客均已脫困 澳洲黃金海岸 以主題公園文明 周日下午一點左右 華納兄弟世界影城的綠光戰警云霄飛車故障 兩階車廂突然停住 事後 車上一名乘客向媒體表示 當時聽到一聲巨響 看到輪胎卡榫鬆動 之後他們的車廂突然往右傾斜 到達約三十度後 停在那裡 讓他精距萬分 生怕有生命危險 較高的那間車廂距地面約有三十公尺 較低的車廂 乘客困在車內 救援人士遞送礦泉水和洋傘 讓他們遮洋 事發三小時後 救援人士將較高的那間車廂固定住 並用升降台解救困在上面的乘客 現場有近百名遊客在下面圍觀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看到警銷車輛停在園區門口 遊客紛紛打道回覆 TOMO NEWS原創貼圖開賣囉 快到Line Store下載吧